是不是五官长得好看面相好 命也会好呢 你这个问题 向谁心变 五官长得好的人 有两种 一种是端庄 端庄的人 向好光明以致言 就是说你这个人会有福气 会像菩萨 会很浩然正气 这是好的 还有一种长得好看的叫妖艳 听得懂了吗 我问你啊 你到泰国去 那种叫什么人啊 叫人妖 对不对啊 好看不了 这种好看 夫妻会好的 苦的呢 臭药是你不知道的 人妖很可怜的 被人家卖来卖去啊 被人家赶来赶去啊 被人家侮辱啊 被人家看不起啊 被人家笑啊 还要强作欢笑 跟你拍张照片 给他拍张照片 听得懂了吗 男不男女不女 你说难受不了 难受 他们应该 好了 你知道就好了 长得好看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福气的 要长得端庄 听得懂了吗 端庄 还要有自律 对吗 还要什么 自律 就是自己要有 自律 要看到 很多人 家里很穷 养个女儿 特别漂亮 很快的 这个女儿就没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跟你说很苦的 被人家坏人 马上就 把这个漂亮女儿 就弄出去 你弄出去 就是做坏事了 就回都回不了家了 很多农村的 家里生个女儿 非常漂亮 听得懂吗 但是命苦啊 所以更需要自律了 自律 还要好好修 要向你学习 很自律 明白了吗 对不起 我修得不好 其实我有很多问题 所以 不能向我学习 要向师父跟观星福山 还有同修 真好的 我真的不能 师父您 对不起 我真的 我做错很多事情 我还有很多东西 要给您看 你有这种想法 说明你就在忏悔之中 明白了吗